- 《魂帆请》 - 《魂带请》 - 《魂带》 - 《魂带请》 《魂带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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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伯小八大家好 - 我们终于回到节目现场了哦 - 芦otte老师 - 对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 录的那四几年有什么感想呢? -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亂砍亂砍,可以砍出一番新天地 事实上文学有很多东西可以谈 不过先讲,我们两个在录的过程当中 根本对话是没有说好的吧 对啊,我们就是真的是急喜的 我们没有写脚本 萤幕上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准备的东西 对,那是我们原来的根本 所以表示教职员平时聊天 我们平时聊天其实也不会跟着差太多 对,只是会 就是在录音的时候会稍微克制一下一些 F words 对,跟一些比较不当的内容 所以啊,同学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英文老师讲话很无聊的话 那是因为你的关系好吗? 这句话不要剪 还有该死的当局 该死的当局,OK 好吧,我们还是回到地球 现在我们下半集一样是讲四个句子 对不对?是的 好,那我们就准备讲第五个quart了 好的,来,念给大家听 好,to die,to sleep for chance to dream i,that's the war or in this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我真的感觉得到你念的小心翼翼的 对,因为 自从你录完MTGT的考题以后 我好久没有看到你念稿子这么的小心翼翼的 因为字有点多 往前卷30秒钟我们聊 我们聊得龙飞凤舞的是吧 OK,然后开始念稿子的时候 发现,你要是很避免想要念错字 哦,对啊 因为总是有偶包的嘛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还是跟学生讲 欸,这个,这个你们在境界英文表达场合上 我完全可以理解 practice,practice,practice 好吧,这句话里面代表什么呢 在讲什么 这句话呢,基本上 我记得它的出处应该是 就是在当时候的人 他们其实对睡觉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是连结的非常紧密到死亡的 因为睡觉你就是失去意识跟死亡很像 但是他这边是先讲to die to sleep to sleep perhaps per chance to dream 就是说死掉跟睡觉一样 那也许他是想要扶贫自己 也许可以连结到刚刚我们讲的to be or not to be 就是他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诶,死亡其实就跟睡着一样 睡着了之后唯一的困难是什么 你到底会做什么梦呢 所以他在对于他死后的世界做脑内小剧场 对,也许在安抚他自己说 诶,不要怕,不要怕 管政死了以后就只是梦一场而已 对,也许你还会做梦 在非常多的宗教体系 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里面 事实上都有把死亡跟睡眠联想在一起 就像说一个人的话 台湾人说出床要出病嘛 对不对,可是在基督徒里面 他们上这个安息聚会 对,安息 安息啊,好好的休息 所以他们写rest in peace 只是休息而已 所以在里面讲to die to sleep 这两件事情几乎已经可以画上边界了 然后呢to sleep 所以perchance 跟ce 那个perchance这个字 现在21世纪的地球人 不会看到这个字 请问一下它是啥意思呢 那就是也许可能的意思 像台湾人现在英文的 perhaps OK,我把那个字打在荧幕上 好的 我中心态翻译 因为有些人不认得perhaps 就是很有可能啊 因为其实一般口语不见得 会用到这个字 然后呢perchance to dream OK,ay是 就是一个感叹语,爱 爱 好,ok 因为我们台语的法语 都是g开头的 ok,英文的法语也是a开头的 ok,好,讲了马上黄标 然后呢there is rub ok,这个字比较难懂一点 等一下会再解释 好,not fall in this sleep of death 换言之就是这个死亡的沉睡当中 what dream may come 想到到底会做到什么梦呢? 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 刚刚的perchance这个字 是 因为它的词性是一个副词 对,它是副词 相当于很像是所谓的by chance 要学英国详的by chance by chance by chance OK pos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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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Potter possibly OK,那你把这个例句念一下 OK Do you know her per chance? Do you know her per chance? OK 等一下斯蒂夫会追过来打你 不会 不要重罢我们的英国枪 没有,他们两个的英国枪不会有这样子 因为他们是英国中部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英文真的很friendly 可能是那个英国南部枪我就不习惯了 你要听到那种威尔斯、苏格兰的真的 no 就比法文还难懂 hell no 好 好,所以我想 欸我觉得这句话 听起来就是感觉上很文言 ok no her per chance 所以现在人如果讲话 会讲per chance的话 很像是 当达我也讲感温柔 那种那些那种感觉 就是有很多 可能再古老一点 low lad ok 老学旧的那种感觉 alright ok 其实前一阵子我才刚去 因为我老是再重复看我以前看过电影的片段 像有不定叫1917啊 嗯 对不对 1917 1917什么天 就是在讲一次世界大战 哦 对对 那里面就讲说 干得好年轻人 他讲说 well done lad well done lad 这个字 笑脸欸 我想说哎呀天哪我觉得 我好像感觉到这句话感觉上很古老 如果现在我如果跟别人讲说 well done lad 听起来好像就觉得我好像是一百年前的人 而且应该是那种爱尔兰 人才会用的语言吧 perh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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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在里面里面出现另外一个单字叫做the rub 对不对 跟香蕉有关系吗 我记得rub好像是那种突起屋的东西 ok 是是是 像那个桌球拍上面突起突出的小颗粒 是 所以他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困难的 或是会妨碍你的东西 就叫做the rub 所以他的定义是 the particular problem that makes a situation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那particular就是特定的问题嘛 对 所以说针对就是那么一个问题 那make a situation 把一个状况搞得更difficult or impossible 对 difficult就是难搞嘛 对不对 那impossible根本就是搞不定 对 所以如果有人讲说啊 说我妈是个不讲道理的人的话 叫做my mother is a impossible woman 那我儿子会讲的话 my mom is just impossible my mom is just impossible my mom is just impossible ok 等一下这种口吻 所以如果说he is very difficult 那这个人的话是很难搞 ok 好所以你不要讲说he is very hard to go 不能讲这样的句子ok difficult这个字本身就可以讲什么呢 难搞 所以不用再讲李老师is difficult to go ok 不要再讲搞这个字 he is just difficult he is difficult ok或者说he is just impossible 这个人根本就是che huan 不讲道理 reacher impossible reacher impossible reacher impossible ok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说 下面这个 哦天啊看到字很多 我 其实因为我在录那个多一单字的时候 每次我只要看到去忍场 我就皱一下眉头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的口条 碰到长句子我就会放枪 你知道吗 所以我等一下又开始期待你 念得很晶晶爷爷的样子的 来 Please You can't get a job unless you have experience but there is the rub You can't get experience unless you have a job 这是鸡身蛋蛋上肌的问题 对啊 这是非常多的年轻人会遇到的问题 对 You can't get a job unless unless是什么意思 就是除非 除非达成这个条件 就是you have experience 你有一些EXP 你没有经验值 就不会得到正直的工作 但是呢 there is a rub 但是呢有一个梗是 所以在这里的rub指的就是problem 对对 好像听说对外的字讲貌腻是吧 ok 这本身有一个困难点啊 或者是有一个就是 那种应该要去厘清的一个问题 诡异的地方 对诡异的地方 但是问题在哪个地方呢 You can get experience 你根本不会得到经验 unless you have a job 对 所以对很多同学而言 请记得实习很重要 哦对 实习很重要 我觉得我当然很多同学 当然会希望说实习顺便可以赚点钱 但是请记得实习的第一要务 不是为了赚钱 那学得经验 为什么 因为不是在凹你这个年轻人 而是相信我 你在毕业的时候带着一张空白的履历 以及一张A4值 那张A4值叫毕业证书 你光是拿一张毕业证书 跟你的身高体重三维去找工作 坦白讲是很无力的 你必须要有东西可以列举 对 所以坦白讲我跟学生讲说 你们在大一大二的生活很像在 就是所谓的团课 就是旅游的旅游团的团课 因为你几乎 绝大部分的课都是共同必修嘛 对 对不对 团进团出的 团进团出的 但是你在大学后半部 你的生活几乎比较像自由行 没错吧 你有比较自己去选择课程 一些自己去做的事情 你的工作可能跟你同学不一样 你甚至不会跟同学在同学社团 甚至也不住在一起的 对啊 所以坦白讲 你大学后半部的生活目的 就是要让你毕业的时候 有东西可以列举 你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对啊 我觉得而且 你其实你换作是雇主的角度来看好了 我今天你跟我说你会ABC第一 我怎么知道 那我看你从事过这样的工作 那我就知道 比如说你曾经做过这个工作 我就知道说 哦那你 因为你会顺便列出你做多久嘛 那假设你这份工作 你可以做十个月一年两年 那表示你在这方面的业务是有一定的成果的 那同时啊 你有时候没有办法从大人的角度去想 不知道说人是可以从某些小东西他去判断 他觉得他去知道你这个人是负责任的吗 你能不能吃苦吗 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 对或者是你学习事情的能力好不好 其实这些经验都可以反映出你自己的很多面向 所以不是说正在雇主角度去拗各位 而是说如果各位你思考一下 就是说让你毕业后有东西可以列举这个概念很重要 所以注意一下你学生时代的打工 或者是你做了 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参与一些计划 虽然可能没有多少钱可以拿 对 以金钱上来讲的CP值 再以能够养活你的出发点 满足你生活之所需 我没有说你不要赚钱了 我是说你可以满足生活之所需的情况之下 你尽量累积对你以后有用的资历 我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或者要不然你一直告诉我说你在加油站打工 或者是你在7-11 或者是某家餐厅 我就认为那些讯息是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至少表示你可以跟人家共事 但是问题是那些工作有累积多少有用之有用的经验 坦白讲跟现在的你要来我们公司应征的观念性是多大 坦白讲这件事情是很容易打折扣的 我们不要讲有用 就是跟你的专业有没有连结 也许它不是有用没有用 就是说你以前在7-11打工 然后你现在要应征可能开发电脑软体 那这两个中间很难有一个连结点嘛 顶多就是表示你可以去上班这样而已 但是这两件事情没有观点 对 所以你可能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才能过去告诉别人说 我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因为我已经有做过某些类似的事情 所以李老师并不是说要去当冠老板或什么的 而是说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意思吧 因为请记得荧幕上讲的 You can't get experience unless you have a job 对 什么情况下最可以无条件让你去 让你去得到工作经验 因为你便宜的时候 对 你便宜的时候别人就愿意让你尝试吗 是 甚至是去当义工 因为你一毛钱都没有拿 所以人家愿意给你机会 而认为你可以去进行去做一些 以后可以列举的经验 请记得大三大四是自由行 自己走自己的路 但是请记得留下一些足迹 你不要这么吃 等等 好 那我们就继续进行到下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中等长度 来麻烦帮忙念一下 好 他说 my words fly up 我的字都飞起来了 飞到上面去 是飞到上面去 但是呢 my thoughts是我的思考 我的想法 然后呢 remend就是维持嘛 对 below的话就是在下面 所以字在上 语言在下 然后呢 words without thoughts 就是没有经过思考的文字 never to heaven go 那就是never go to heaven 对 从来不会 往天上去 不会往天上去 换言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讲话的人是claudius 就是那个恶毒的叔叔 那他其实你说他做这么坏的事情 他是不是完全没有良心发现呢 是有的 他是有良知的 只是有但不多 所以呢 他偶尔良知觉醒的时候 他就会去想说 啊我是不是应该错了 或者是呃 再提到另外一个相关点是 在当时那个时候 他们的宗教信仰相信的是 人在死以前 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罪全部数万 你带着罪念 你没有办法上天堂 你只能够下地狱 然后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哪个国籍 你都怕地狱嘛 所以呢 他是偶尔还是会害怕的 他就会想去忏悔 但是问题是 来他这边说 my words fly up 我的这个up 指的就是 往天上去 往heaven的方向走 我的 我说出来的话 好像是往天上走 但是我想的还是要干坏事 我想的还是我的欲望 所以我的thoughts remain below 还在俗世这边 在下方 在天堂的下面 在这个城市间 所以呢 words without thoughts never to heaven go 意思是说我其实是 永远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忏悔我的罪孽的 会不会有些人的话 事实上是 他想法坦白讲 想了一点素食的事情 可是嘴巴讲一些很高大上的 哦对 对啊 事实上 听起来好熟悉啊 没错 ok 又要第四人了 事实上 事实上 就要找那个我们的Sindy同事 跟他一起聊 聊一些他们教会里的事情 嗯 我有想过这事情 真的 其实他还蛮感兴趣的哦 然后就是说我的老师 那时候我修圣经文学的时候 他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 圣经里面的语言叫做 elevated language 嗯 就是说他的语言 就讲得非常高调 你知道吗 就是说那字看起来 讲的话的层次是很高的 当然是说他们是真正的层次高 但是有些人是属于说 他讲话话讲得非常高调 他的语言就是非常的 elevated language 像我把字打在萤幕上 但是他的思考 也许未必是真的是 那个样子 ok 就像 我没有讲某人 不要dis谁的ok 好吧 那先讲一下萤幕上这个字 是 remain是什么意思呢 remain就是 保持 或者是留下来 尤其是保持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漂亮的keep 我可以这样说吗 漂亮的keep K-E-E-P K-E-E-P 是 所以keep 大家知道吗 keep就是保持住 或是留在某个地方 维持某个状况 那remain 大约是那个意思 所以 to stay in the same place or in the same condition 所以换言之 我们可以把remain 这个字 英文一个名字叫做 不完全不及入的动词 等于是说 你不能写he remain 一个字 你不能这样写 不能像说stay stay stay就是你可以这样写 he stay 但是问题是remain 后面通常一定要有个形容词 对 对 所以这叫做不完全不及入的动词 是 所以因此你看一下这个例句 来麻烦念一下 he remained silent silent是什么意思 就是沉默的 对嘛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有权利不讲话 对不对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甚至以前我们也会讲一句话 叫keep silent 或者是我们课堂上 老师会跟学生讲说keep quiet keep quiet 对嘛 现在不用讲啊 学生都很quiet 学生就是always remain quiet silent 我在南台的前十年好像是努力在让他们keep quiet 然后的话 后十年好像在努力鼓励他们say something 对 真的 那所以你觉得呢 quiet跟silent 这两个字的差别 你觉得 你自己有反觉 如果是quiet就是安静嘛 嗯哼 但是silent就应该是说 你可以说什么 但你选择不要 right 那quiet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就安静坐在那边 但silent会让我觉得是 你选择不要讲话 或是你不想讲 或是你嫩蛋之类的吧 好 那如果是下一个单字 叫做thoughts 这个字其实是蛮常用的哦 因为我们平时看到thought 想到是哪个动词的过去式呢 是think的过去式 think的过去式 但是thought这个字也可以当名词型 就是你的想法 你的思考嘛 对不对 现在你的定义写得好长乐乐等 他不是我写的 他是Cambridge 他是个很仔细的解释 该死的学术界 The act of thinking about or considering something an idea or opinion or a set of ideas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 好 那中间有个字叫做opinion 是什么意思呢 opinion opinion 这个字我发现蛮多学人不会念 它叫opinion或是opinion 都可以 它就是意见 对 对事情的看法 叫opinion or a set of ideas 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想法嘛 对 叫一个set of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 那subject就是主体 某个东西 顺便讲一个动词 因为我刚刚说 think这个字的过去是thought 对不对 所以很多同学就想说 不晓得 他说我以为我以为 我以为这个字该怎么表达 事实上我以为就是i thought i thought 我以为 他不是我以为你是理教师 而且i thought i thought 很简单 对对对对 而且他用过去式 表示他是跟事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刚刚这样想 现在没这样想 对 ok叫i thought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thought这个字的例句 麻烦帮忙念一下 好 ask me again tomorrow i will have to give it some thought 这句话 其实有些时候很多同学可能会 也会上课堂上也会这样子 一下子无法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 ask me again tomorrow 明天再问我 i'll have to give it some thought 所以it在这里指的应该就是你要问的那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事情我得有些想法 换言之等于说我现在还无法决定 我给他想一下 甚至有些时候我会只讲两个字叫not now not now not now not now是什么意思啊 maybe later 现在不要 ok 所以换言之如果有人跟你讲说not now 表示他有没有拒绝 并没有拒绝 他只是现在不要而已 可是not now 如果以我来听 当一个人讲not now的时候 他有一种 你现在不要来烦我的意思 嗯哼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说法 就好像说假设我正在跟朋友打电动 玩到我快吃鸡的时候 快破关的时候 结果那时候我爸跟我说你终于下来吃饭 我这样说not now 你怎么知道每天照我们家上演 是 你现在先不要跟我讲 现在不要跟我讲 待会再说 ok not now 我又不是不吃饭 但是就现在不要 对 然后就两个小时过去了 嗯哼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个quote 为什么这个女的一脸痴呆 呃不是痴呆 就是很漠然的样子躺在水上 对 那是什么境界呢 she's drowned she's drowned 他已经溺毙了 ok 但是他像花朵一样的浮在那里 他不是一个恐怖的尸体状 他是一个美妙的 美妙的尸体状吗 美妙的一个对情状这样子 是这样 嗯哼 好慢慢念一下 我们看这句 we know what we are but know not what we may be 什么叫we know what we are呢 那个what就是所谓的复合关系代名词 就是we know the thing we are 就是我们是什么东西嘛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应该了解自己咯 对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那你注意他的事态好 we are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是怎样的我们知道 那know not就是we don't know的意思 what we may be 但你不知道你也许可以变成什么 ok 所以换言之 有些时候有些人就认定说 反正我英文不好 我数学不好 我不会电脑 我不会煮菜 我不会骑车 我不会拍照 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个 但是实在你没有去思考过 原来你也可以这样子 对啊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你就是永远就是what we are now ok 但是如果你去试试看的时候 或者是 也许人经过不同的岁月是会变的 嗯哼 对就像我们那个 我又要讲很高大上的东西 请说 就是那个什么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不如秋风悲化山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可以把这句话翻成中文吗 对 它是纳然信德说的 人生若只如初见 如果我们可以维持在我们 刚刚相遇的那时候 嗯哼 那就不会有后面这一人 突然悲伤的事情发生 是 是 所以就是一样这个 也许她有这样的感慨 这是Ophelia 就是这位美丽的漂浮女师的 她是Hamlet本来的绯闻女友 OK 请注意我用绯闻女友 所以是并没有挂户口就是了 就是 well以前的剧她不会跟你讲那个 但是我可能要再提一件事情是 其实 莎士比亚的作品 嗯哼 我个人觉得她就是狗血剧的十足 OK 你现在在所有好莱坞 或者是在民視 在 山里看到那些 乡土剧 它所有 全部的东西 全部都是 莎士比亚的影子 OK 所以如果莎士比亚 现在在苹果日报上班 谈歌不足以得税 她就是 她就是玩红 她基本上就是一个世界上最 她基本上就是像那个 非常适合上政论节目那种 写哈利波特 她基本上就是 JK Rowling 对她基本上就跟她有一样的地位 那就是说 呃 其实她也是 她在她的作品里面 你不要以为说莎士比亚就是一个 好像以我们现在来讲 她是一个文学泰斗 但是在当年她就是一个 很畅销的剧作家 所以她的剧里面 她所有这些东西 她隐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梗 跟意涵 那比如说她里面其实 她是一个很会开黄腔的家伙 所以你问我说 她有没有真实的关系 其实以现在的解读不知道 但是有那么一些 hint 暗示 就是说也许他们两个是有一些 呃 超越友谊的关系 也许有 对 所以为什么她后来 就是这句话其实是在Ophelia 因为她后来就是反正被搞疯了之后 因为 哈姆雷特你看她连她爸要不要报仇 她都一下要 一下不要嘛 那所以她对这个女的也是一下热情 一下冷淡 ok 那后来她反正就终于被搞疯了之后 她就说了这句话 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 但不知道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人会变 好这里我想到一个单字 就是以前我老师又是在想到以前讲圣经文学的时候 事实上文学作品有些时候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 会有一个字叫做understatement understatement understatement就是说 我事实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很多的 可是我在表面上没有讲得非常白 在文学作品常常里面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会把话讲得还引会你知道吗 对 那个以前在教会圣经里面有一段的话 就是说你们把人交出来 把人交出来 so that we can know him 可是在古时候的语文know这个字 就是说白点用现在文就是F word 真的喔 对 所以等于说把那个人交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对他做XXX的事情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 so that we can know him 结果翻成现在的旧约圣经里面 他只翻成好认我们所为 但是你从字面上是翻不出来 那个所为是要干嘛的 可是认所为感觉又有一点那么点意思啊 是 但是我是说他们讲话讲得非常隐晦嘛 对好认我们所为 但是没有讲要干嘛 像是如果你现在问很多基督徒 翻到旧约圣经看那段 他们也不晓得要干嘛 所以说白一点那一段就是在讲 那个的问题 我懂我懂 而且是把那两个男的交出来 我们这一批男人要请你 把那个男的交出来好 让我们对他做那件事情 你看我们现在在讲话的方式就是 understatement 对 我们一直在这样引 但是我们一直不讲 那个关键字可以讲出来 对 那叫做understatement 我们也可以讲然后你再去笑音就好了 还是算了 OK 不要诚意识之快 没错 不要诚意识之快 开玩笑 我常在课堂上跟同学讲说 以迪老师这么会讲话的人 如果看到我在课堂上出现不经意的沉默 那表示我在过滤我使用的字音 在buy the words 对 把它咬住 那相对understatement 就是话讲得比较没有到位 对不对 但相对这叫overstatement 就是他讲得很过头 他明明没有讲这个意思 可是他却把话讲得非常那个 其实应该所有的情话都是这样吧 是啊 就是一些很高大上的话 你根本就明明没有那么的那个 但是你把话讲得非常的夸大 那种感觉 他还蛮喜欢你 但讲得好像没有你要死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里面 所以Ophelia 刚刚你讲到说 这位小姐她是疯了嘛 对不对 而且她在水上最后被淹死 你讲到有一个字叫drum 这个字 这个字必须得check一下 免得大家同学那个 好请教drum 这个字什么意思啊 drum就是溺笔 好 溺水 drum这个字的话是溺笔 通常我们会使用被动式 因为它是一个急误动词 是表示是把某人溺死 对 很多我们中文会直接表达的东西 在英文里面都是被动式 对 对啊 真的就是这样子 Hobby 说He get drunk OK 或是说He Hobby 说He is interested He is surprised He is satisfied 那些字 事实上都是用被动式 对 在英文这点很讨厌 没关系啊 你还是我的老话啦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 你就把它背下来吧 没错 好 英文就是很靠背 嗯 那我可以提一下这幅画吗 请说 这幅画就是我以前 呃 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是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因为刚好我的博士论文是写这个 然后我就找到这幅画 我觉得它挺美的 我就拿来做那个口头辩论的那个PPT上面 结果我前几年去德国玩的时候 我在慕尼海的博物馆 我真的看到这幅画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哦 啊不我看到这幅画了 你知道那种激动的感觉 就觉得说 天啊天啊我看到针基耶 就好像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亲眼看到 比如说毕卡索的下楼梯的女人 亲眼看到那一幅 几亿的那幅画的时候 是 你心里面应该也会很激动说 我可以摸一下毕卡索吗 那种感觉 嗯哼 对对 所以在幅画的这个画面的时候 他已经淹死了 对他其实是 这其实是 他淹死的消息 甚至不是被看到的 没有演出来 对他其实是被传达 由哈姆里特的妈妈 这个 讲给大家听 这个东西在以前的时候 从我姐希腊悲剧时代 他们就这样演了 像以前 应该你们以前看过 也有一处悲剧叫阿克曼隆 阿克曼隆 他后来他在里面被他老婆杀死的时候 他也只是跑到幕后 结果反正 哎呀一声有人杀了我 就这样 但是他不会把他 杀人的那一幕引出来 但是以现在好莱坞电影的话 开玩笑 不只是要 不只是要演 而且还要大特写 而且还要慢动作重播 他被杀的样子 头掉下的样子 从各个角度 对对对对 各种视角去那个东西 但是以前的作品 就是非常的understatement 说白一点 以前 我上次我一直在讲说 那个我在跟莉莉老师的那出 那个podcast 也讲到说 remains of the day 长日将近 对 说白一点男主角对女主角 到底有没有真正有情书 他也没讲 一直都是understatement 哦真的 对 然后女主角是不是后来真正嫁人 事实上也是非常open的 对 女主角有没有真嫁人是open的 但是问题是电影把它演出来 这是该死的地方 我认为电影导演很激婆 嗯 我认为电影导演如果说是不演这一幕 他就是留给你观众非常多狭想空间 我认为这就是文学很爽的地方 可是 可是因为你看文学你是从第一个字看到 你看了一两百页 是是是 他有很多铺陈 对啊 所以你可以去领悟到他要说的那种 什么事情都不讲 你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那个结论 对 什么都是remain的 没错 对 但是电影它就是一个多小时 它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细节 去让你想到说 会不会他起死 其实你们在看古阿末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他把很长一部电影 用十分钟把它看完 对不对 事实上去看小说的人 再去看电影 你也觉得小说 那个电影也是古阿末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这种概念啊 电影都是二创 对 没错 好吧 我们准备下班 所以因子还是要下班的 这句话的话是 哈姆克这部戏里面最出名的另外一句话 而且一天到晚被污名化跟 关上别人头上的一句话 对 很多女生很痛恨的一句话 来麻烦 OK Frailty My name is woman 谷语大堆 什么叫Frailty Frailty就是脆弱的弱点 而且是哪方面的弱点 是在道德上的 所以他说Moral weakness Yes Moral weakness Frailty Thy name 我刚刚有讲过 Thou就是You的主格 然后呢 Thy是所有格 Z是受格 所以Thy name就是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OK 所以宫崎君 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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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日本的卡通星海城吧 的那部卡通 你的名字 Thy name 我可以讲个笑话吗 我一个朋友 他在高中教书 然后有一天 他的学生跟他说 老师老师 你的名字很好听耶 很好看 然后他就说 谢谢不好意思 我妈取的 他说 没有没有 我是说那部电影 你的名字 Thy name I'm okay 我出门来我的同学 Alrigh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Frailty这个字 这么文周周的一个字 那我们就看一下下面的例句吧 又好长的句子 Most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exhibit those common human frailties ignorance and greed Most of the characters 什么叫character呢 就是角色 角色 像有些人是说 像有些人上课 一副很像NPC一样 你知道什么叫NPC 你知道吗 在打电动玩具的时候的话 有些人叫做 non-person character 就是不是人的角色 就是挂网 哦 对像有些打电动玩具的时候 有些角色不是在里面 走来走去吗 那是系统 对对对对 像系统或是挂网的人 所以像我课堂上 就有很多NPC 原来NPC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我课堂上很多NPC 就是学生 看起来身体是在教室里面 可是灵魂不在教室里面 他们在另外一个系统上线 那时候他是精神登出状态 我都说 那些同学在我课堂上是NPC 他只是在点名而已 对对 那些是NPC 然后他说 most of the characters 就是这些角色 in the novel exhibit就是什么呢 就是show 展现出来什么东西呢 those common human frailty 就是那些共同的什么 人类共同的什么 弱点 包括什么呢 ignorance and greed 所谓的ignorance就是 无知的 那greed就是 贪婪 贪婪 你有看猎人的人都知道 这个greed island有没有 然后大家听起来很熟悉 有没有 是 当然知道 就是这个字greed 所以这出这出戏几乎是 非常有名一句话叫做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 ok 他这个地方 他也是他们在讲他妈妈 就是 他自己想 就是说 他当然就是很恨他妈妈 你这个老公死了 就算了 你还嫁给杀人凶手 ok 都不知道吗 然后但他后来 毕竟是儿子 所以他可能又是 默默的帮他找了一个借口 说 没办法 女人就是脆弱 你可能 你有你自己没有办法 克服的地方 你需要找个人依靠什么的 ok 他说了这句话 好 其实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常常会在课堂上讲一句话 就是说 对于 像我们生活当中的 有些语言的使用的时候 本身有对一些年龄 或者是性别的标签嘛 对不对 就好像讲说 讲这个人是马路三宝 马路三宝 事实上 网路上定义的马路三宝 叫做老人女人 跟老女人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会跟同学讲一句话 我会觉得说 帮同学大家平反一下 我跟他说 事实上我认为马路三宝 是一种行为模式 嗯 假设今天李老师开车 假设今天李老师开车 不专心 一边开车一边滑手机 结果在马路上犹豫不决 该过的时候不过 挡住别人 或不该过的时候过去 差点撞到别人 我也认为 那时候我的举动很三宝 嗯 我自己的时候都会很受不了 容易紧张 嗯 我觉得 但是我跟你说 我可以科学化解释这个东西 就是说 这是跟男女的天性有关系 嗯哼哼 男生本来就是 男生其实开车是冲动的 是 所以他们很容易开快车 荷尔蒙使然 对 但是男生 会比较去遵守所谓的规则 对 比如说你知道说 开车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你们会容易把那些事情 记在脑子 是 但是有一句话叫 men think women feel OK 那不是对或错 没有一定think比较好 但是他说出一个真实点 男人是擅长 你会常想是 你会不要去思考 你会去想到说 如果我这样会被撞死 OK 但是女人feel 什么叫feel 我觉得这地方可以右转 我觉得我想停下来了 对 但他不见得是不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 其实真正的女性主义 我说可以提一下女性主义吗 大家对女性主义的误解 觉得女性主义就是女生 要跟大家争权夺利的感觉 但是其实 就我在成大博士班 我们那时候在念的 所谓真正的女性主义 他其实是提倡 男女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有一定女生要去 follow男生的行为模式 是 那男生也没有一定要觉得 像你讲的沙文主义 是觉得自己就是优越的 但是应该就是 尊重 尊重并珍惜彼此自己的特性 correct 所以女生要以女生特有的特性 去爱自己 是 但是就唯独这一点 大家不要爱自己 你在马路上要think 不要只feel 真的很危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那个zai这个字的话 就是我们跟你讲的是 就是所谓的 you're的意思 他说 不要再文绍绍了 the possessive form of thou 就是possessive 就是所谓的所有格 use when speaking to one person ok 所以我想说现在 你会在什么情况下 会用在这个字 我大概是写诗的时候吧 或者是写歌词的时候 可能会用在 歌词会 我的押韵 现在你如果写email给我 或者是line我的时候 你给我写 你知道我zai z的话 我会觉得你可能在发脾气 你可能在不爽了 你知道吗 give me that money ok 否则的话我觉得 真的是可能是真的不会用这个事情 好吧 好吧 那个在今天结束之前的话 我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其实你挑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话题 你知道吗 就是hamlet ok 我之前都跟你开玩笑说 你跟我提helmet还比较快 安全帽 对 大家会比较有兴趣 我想大家知不知道我的梗在哪里 因为hamlet跟helmet这个字拼法很像 那我学生时代 老是把helmet拼成helmet 然后把helmet拼成helmet 甚至我今天还很害怕 然后搞不好我这个powerpoint本身的封面 搞不好第一个字就拼错了 他说为什么要谈安全帽 ok 但是啊 你觉得 那对你而言 你觉得以后你还有没有可能再去谈这种文学导向的东西 我觉得我蛮想要的 因为我身为一个念了十几二十年的外文系的家伙 然后 好歹写的 我写的那个论文 大家如果有兴趣 其实可以去搜一下我的博士论文 看一下 我的写的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hamlet 我的硕士论文更赞 我写的是恋童癖 我常跟学生讲 你有对恋童癖有兴趣 你可以去看一下 顺便讲一个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恋童癖那个字 因为有人会讲说 那个先讲说 因为Lolita这个字本身是俄国小说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 而且在里面那个角色 事实上那个角色那不是一个少年 那是个美少年 所以俄国俄罗的Lolita这个人 他事实上是个美少年 没有他是女生 我记得他是男的 他是女的 好 他有被搞大肚子 OK 他确定是女的 好吧 然后总而言之 我们台湾人都 应该说日本人喜欢讲Lolikon 因为我想讲那个字 Lolikon Lolikon 事实上那个字叫做complex C-O-M-P-O-E-X 对 日本话叫做complex complex complex 结果就变成complex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都讲说什么com 就是那个次来的 OK 好吧 这是我们下课显得小小歪楼 OK 好吧 那所以我想说这一集上架的时候 没有猜错应该是第17周了吧 所以各位同学即将迎来地狱 但是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正在准备跨年的时候 说不定 我不晓得那时候大家同学心里面是不是三温暖 糟糕 在期末考周的前夕跨年 到底你玩的心情是如何呢 应该没有影响吧 嗯应该反正只要现在放下的话 寒假就马上到了嘛对不对 反正就这样了 反正都这样了 不如先玩吧 好吧 那我想到时候的话 下一次在我们还有机会录音的时候 应该进下学期了 哈啰大一同学 请务必要念到下学期 不要给我登出OK 对 然后 南台科技大学是个好地方 然后李老师你可不可以在下面开放留言 许愿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比较想要知道的经典文学作品 不要给我写那个什么 pd不带系 不是不是 不要给我写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在写那个 那一年我们一起做的女生 那个男主角 高级德 对啊 不要写什么 轻摊 九把刀的什么 那个我比较不熟啦 我们说真的经典文学作品 大家听过 但是很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 在开放留言 OK 好吧 那就先预告是这样子咯 那今天非常谢谢Zavier 今天又回来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应该是下学期见咯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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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